大家好,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5月3日 现在室外的温度是33度,体感温度是41度 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 首先,昨天我录了有关苹果电脑在Central World的苹果经营店维修的经历 昨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一份有关苹果回应我的一个电脑回修的一些体验的调查 说实话,就是官方的一些礼貌性的 不过,虽然为什么我觉得它的价格比较贵呢 可能我昨天晚上也好分地反省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的收入太低了吧 像我在泰国也没有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就只能靠大网成为一名超级大网红 用网红的收入来贴补家用 但是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让我大新娘 说的是这个新闻是从香港 就是29岁的女大网红 她有粉丝10万 她有10万 但是昨天当地警察说的 抓到一名女士在超市偷鸡饭和牛奶饮料的 总共建设价格就是100块港币 换成成台出大概就是500台出 就被抓了 在众多的印象中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 还有我自己做的今年 在我没有做视频之前 我觉得网红是一个收入挺高的行业 我自己做了这么久的视频 我又看到昨天这个女网红被抓 发现偷的财品竟然只有100多块 就感觉这个行业的收入真的是太低了 这也就导致我为什么前几天去修电脑 刚开始是开价1万块 我都觉得贵 现在又开价4万的 我就给四人贵上天了 感觉要成为一名网红 虽然不是那么容易 像在YouTube上面 要我吃钱的一个频道 一部视频曾经观看量达到140万 收入当时YouTube给的那个收入是1700多美元 另外一部视频达到54万的观看量 收入大概是1200多美元 感觉很低 可是1000多美元的收入在泰国来说 稍感觉还挺高的 但是平价达到五十几万一百多万的观看量 毕竟是少之又少 所以就这样 感觉在泰国生活虽然作为外国人 我们的村 我们的货币不是泰铢 兑换力比较高 在泰国就显得很有钱的样子 但是到这样子花起 花下去还是坐起三空 感觉就太低了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